你好 欢迎收看7月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惠 花联区一会旧大楼结构出现了裂合钢筋裸露 经过渔会及县府争取 并且由渔月署补助拆除改建之后 新大楼7月1号渔民节这一天举行的启用典礼 要结合办公 恢复渔市场公平拍卖 还有观光发展等功能来发展 同时也举办了模范渔民表演大会 感谢渔民们的辛劳 花联区一会旧渔获拍卖大楼 从民国36年成立至今 饱受无数台风及地震侵袭 大楼结构已受损军裂 2015年经渔业署补助3750万元 花联县府1000万元 加上渔会配合款250万元后 投入拆除改建 在今年初落成并拿到实用执照 不过受疫情影响 延至一日渔民节举行其用典礼 今天终于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家 这个在这边代表农委会 向我们整个的这些移民朋友跟渔会 表示一个敬意 同时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也知道渔会的领导干部 尤其是在总干事领导之下 我们在疫情里面办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纾困啊 贷款等等 这些我也在这边 一并跟各位致谢 终于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新渔会大楼面积约占400平方公尺 高三层楼彩绿建筑工法 一楼作为渔获拍卖市场 二楼则是办公室 三楼则当成渔民活动中心大礼堂 未来将恢复昔日拍卖机制 未来的话那可能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渔市场这里头 我们会恢复拍卖 拍卖那个市场的机制 会重新来拍卖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拓展 然后周遭周边的设施 然后再来未来的话就是朝观光 休闲娱乐 然后这个走向去走 在我们的这个向日广场 今年下半年 我们的最佳预算也要谢谢 这个议会的通过 这个向日广场 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把它整修完成 以及我们的这个 这个渔市场 我们新的渔市场的部分 也会在今年把它完成 让大家整个三个 三栋能三位一体 能够做整合的行销 在启用典礼之后 随即在新大楼的三楼 举行模范渔民表扬大会 共计有39位模范渔民获奖 借此感谢这些辛苦 从事渔业生产 服务于春季效酌 帮助及推动观光休闲 不遗余力表现优异 在海上奋斗的渔民们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 加到海上奋斗的渔民坛 violin 열